我有一次呢是要去动手术 手术的前一天 他非得让直系亲属来签这个字 迫不得已 我就 我只能给儿子打电话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他 还是蛮叛逆的 基本上我们俩沟通很少 还是这样子看我的时候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说你不是出差了吗 我说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你过来一下在医院 他说你没事吧 我说我没事啊 他就来了 来了以后 他就被医生叫去了签这个字 签字进去的时候 他那个劲儿还是那种拽拽的呢 拽拽的 头发飘逸的 压着你这头发 我看他就蹭着墙 基本上是蹭着墙 走到我的这个病房 因为我就看 哎走到半截了 怎么这个状态啊 我还挺害怕的呢 不会医生跟他说什么吧 其实不是 因为医院让你签字 上头都写的比较 吓人的话 没那么严重 但是呢 他没经历过生理死别嘛 他就害怕 然后进来以后 就坐到我的病床上 就是马上就 就已经是另外一个人的状态了 从那以后 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懂得 你心疼疼疼疼 就会知道 他已经是在改变了 还在改变了 但 我来说 我然后 我还在改变了